安迪 我打死你 你干嘛 放开我 我打死你这个黑人 放开 放开 放开我 你是谁 我是被我娘的老婆 哎 刚刚到底什么情况 何总就那么结结实实 让人抡一个大耳光子 我听说刚才那女人 是魏国强的老婆 魏国强 这魏国强可不是普通人啊 你可算来电了 你太太来我公司打我耳光 说我是狐狸精 你处理一下 第二个 不能告诉任何人 我和你之间的关系 你知道这将造成 什么样的伤害 第三 不要再来找我 安迪 我知道 我打你电话 就是要提醒你 我太太的事情 她烦我包和手机 找到了你的意思的 我又不知道她 通过什么渠道 就找到了自己 我跟她解释过 但是呢 我又没有办法 把你与我的这种关系呢 真正地跟她说清楚 所以呢 她对我的解释 她并不相信 你说等等 她打上你的名号 谁敢得罪 难道你要让我等着 挨她的棍子吗 你到底想害我 到什么时候 我怎么可能陷害你呢 我只是想好好地补偿你 只是最近呢 我的家里呢 有些纠纷 没有想到会连累你 很抱歉 安迪 人呐过了半百以后 就会觉得 其他的东西 都是虚无的 没有自己的孩子 你的事情 不要成为我的烦恼 我也不希望再因为你 我受到任何人的骚扰 安迪 除了你 没人会这么对我说话的 找到他 时力我简直了 迷糊 警部长 警网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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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谭 听说魏国强的太太 找上门来了 还打了你一巴掌 真是好事不出门啊 魏太也是气急败坏 才找上你的 我帮你查了 春节干过 魏国强就提出诉讼离婚 而他没有办法 直接跟他讲你们俩的关系 所以魏太才认定你是小三 难怪这个魏太太会疑心这么重 直接打上门来 魏国强就是个没有担当的人 当年对我妈妈那样 现在对他太太还是这样 如果这样的话 这个女人也是挺可怜的 他打了你 你反倒同情起他来了 将心比心啊 夫妻这么多年 男人要闹离婚 女人当然受不了 如果这个女人心理素质差的话 说不定会被魏国强 逼得像我妈一样发疯 所以说女人呀 时代发展这么多年 却依然只有忍和闹两条路可以走 好像没有男人活不下去一样 真是唏嘘 所以说啊 你是个妻女子 从生活到心里 从来不依赖任何人 我最欣赏的就是你这一点 别给我戴高帽子了 下次这个魏太太再来的时候 麻烦你让保安拦住一下 我不想再被打第二次了 放心吧